美元短期当中的强势可能很难扭转 但是我们接下来谈谈日元 我先前情提要一下 日元从九月中旬这一波往下贬值 当然最主要跟美元有关系 反向的美元太强了 所以亚洲的汇率呢 特别是日元就弱了 但是这两天便破了一百五十元的大关 这个利空就是自己日本自家的事咯 日本这个周末国会要进行选举了 听说执政党目前选情民调非常的低落 也因此可能很难获得了多数的席次 所以交易员听说在放空日元 日元这么一扁 来看到日本股市今天怎么走的 本来就拉回弱了 在今天更弱 好我要问的 梦道有没有可能一百五十元扁破之后 大不了来一下 再接下来历史性的扁值大戏 恐怕噩梦在重演 是 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的答案当然是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市场的氛围 看起来因为毕竟短期真的太弱势了 对 所以市场的氛围 感觉好像会往这边走 那当然背后原因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解释 我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一波日元这么弱 他是基本上扁破一百五 到底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刚才朱普我刚才讲过 因为什么 因为这种所谓货币的价格 其实就跟一面禁止一样 一面禁止其实就是刚好不同的两面 美元基本上市场从市场角度 大概美元就是很强 那美元强当然就对日元造成一定的压力 所以日元相对来弱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政治面的因素 因为什么这一波日元很多 是因为什么 石破帽下了指导期 石破帽他到底骨子里 他到底是阴还是阁 你如果问我 我当然觉得他是很阁的人 我觉得他是很阁的人 他一点都不硬 虽然他在没选上之前很阴 在没选上之前一直认为 日本政府应该要积极的 把这一些利率往上提高 这也是大家对他的基底印象 但是选上之后 我说常开玩笑讲 当然可能批评的不好 但是常常有些时候换的位置 大概就脑袋就跟着 我们来看一下石破话 谈话重点 你就发现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很有趣 第一个说最近他一个谈话 尤其他基本上找的直田河南 你知道直田河南是日营的总裁 他找了他来谈话 来聊聊聊天 当然聊天的过程我就讲 他在会后他又释出一些讯息 第一个他跟你讲什么 货币政策应该由日本央行来主导决定 对啊 你应该由日本央行主导决定 应该不是你内阁首相来决定这个 因为你说真的你说专业 你怎么可能比直田河南来专业 所以他自己讲了OK 但是你帮他讲完之后 接下来几个重点你帮他讲什么 但是他也觉得虽然应该由日央决定 但是他也觉得什么 他说因为现在可能还有通缩的一个疑虑 所以他认为什么宽松货币有必要性 等于说一开始给一个高高帽子戴上去 但是我也要说我的看法 我不是真的要那个 所以他说宽松货币 你看他立场就出来了 再来他讲什么 日本经济还没有为什么 接下来连续性的升息做好准备 意思就是什么 你要升可以 但是你可能不能升太快 因为你如果联系升息的话 他可能会怎么样 可能会对你的这样的一个经济 或是对这样的一个通膨 好不容易起来通膨 可不可能造成压抑的作用 这不是日本国民想看到的 也不是日本政府想看到的 所以他说什么 日本对升息 基本上日本央行 对升息应该要持一个谨慎的 审慎的态度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这跟川普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我尊重鲍尔 结果又说可是我建议什么什么 你最好给我放心上 所以我说现在政治人物都很难懂 我说真的 因为你要去揣测他的话 我们通常郭伟长讲 如果你的那个一致性的话 我就很好去抓你的 这一些政策取向 但是我发现你常常有些时候 心口不一 所以我就说了 也许可能 我说为什么你翻到 石破帽上海之后 其实他民调一直很低 我觉得这也许可能是很多民众 对他的一些不信任的因素存在 那央行现在的态度如何 日本央行 你说到重点 石破帽讲完之后 你发现日央 我说照单全收 真的 植田荷兰出来之后 真的我真的很喜欢 他为什么会配合演这场戏 他也马上挑出来说 确实我们还是真的要好好 仔细去看一下过去那些数据 这真的是对市场 浇了很大的一盆冷水 所以我说为什么日元这么弱 我觉得最近真的是 政治的这种因素 他让什么让市场 其实就知道你都说一说而已 你根本不是实际在做 所以日元就很弱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因素 是因为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看市场目前怎么样 看多的氛围 立即下检 因为过去我们讲了 本来已经预期 在升息的过程中 日元应该一路走墙 但是最近我都讲 我们常用一个叫COT指数 这种所谓的所谓的大额交易者 投机的部位 减掉币型的部位 这种进多单的部分 你发现到什么 从原本14万口 就是比较看日元深的 大幅减到7万口 看这边就很清楚 所以这边一路下来的时候 你发现到日元就一路走扁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市场的氛围 就是他不相信你 应该说他基本上就觉得 你现在日本政府看起来就是 基本上就是会宽松 一直不宽松 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日元再抢 不会抢到哪里去 这处是好玩了 当初直跌河南上来的时候 市场就是认为说 他就是上来要专门让他负责升息的 好 那现在石破帽上来 石破帽说我尊重你 但我的想法是这样 对 你要不要尊重我 你还决定 亚航就说好吧 那我也尊重你 好啦 这样的背景 加上了这样的市场气氛 真金白银是真的 日元将会怎么动 是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说 那当然市场就 日元会不会继续扁 所以这个当然又问到 那到底现在150 到底是什么 是满足点还是起跌点 起跌点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它会不会是一个历史性扁值 就延续刚刚之前 大家突然扁破160 这样的那个 我说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还是觉得 我说短期我觉得日元是偏弱势 所以简单来讲 它基本上150 看起来从140 140扁到150 我觉得多少有一些满足的味道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开线 我们因为这一波以来 一路的扁 而且是从美元开始尝试 139扁过来 今年的7月曾经到161 你说你觉得它弱 但是挑战这个点 可能基本上短期大概不会是 真的是往这个点去走 来为什么 那为什么当然就来解释一下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 说基本上因为短期偏弱势 但不至于大扁 当然我们要想一下 中长期大概是有望缓 不回升 为什么这个 当然背后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短期再扁会怎么样 第一个我们刚才前面讲 除了目前整体的市场 虽然看多的氛围大幅减少 但是你发现什么 刚刚的部位还是正部位 代表市场其实还是认为 日本有日元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另外很重要是什么 如果再扁日本政府一定会进场干预 为什么日本会进场干预 其实很有趣 这个是日本中和研究院 他们做了一份调查 这也是之前 每次日元开始有一些 就急扁的时候 大概会他们会拿出来讨论说 到底要不要进场干预 很重要一个考量一点 他说日元每次扁如果10% 非制造业中等企业年收入 大概会被拉低2.1% 那当然我们直接来看 我说这个很有趣的 现在是什么 你发现到对制造业来讲 哇 日元贬值很好 因为什么 日元贬值对它的贡献 尤其对大企业来讲 它基本上你看贡献将近6% 就一直说对它是真的贡献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扣除掉制造业 对大多数的非制造业 比如说像这种服务业 零售销售的 这种小摊贩或是这种店家 小摊贩店家你发现到什么 整体的这一些 只要日元在贬值过程 它并不是正面的话 它基本上是带来一个负面的 所谓的拉低的作用 所以日元贬值 不管是制造业非制造业 受贿的只有大型的制造业 其他都是蒙受其害 是 这个讲到重点了 所以你发现到 如果就全部产业来看的话 确实大型企业基本上还是正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到 你如果是中等或是中小企业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负的一个贡献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 因为目前我就讲了 整体的日本企业 或是这种产业结构 中小企业还是绝大多数 所以在这种绝大多数的时候 它在考虑这点的时候 它一定要兼顾这些中小企业的 相关的这些生存 所以它基本上 说短期在扁 日本政府一定会进场干预 那也确实 九月的时候 那时候进场干预大概九兆 所以整体现在今年已经干预 大概花了将近十五兆 大概一千亿美元左右 意思就是什么 其实说真的 日本政府也不乐见 真的就这样大幅的贬下去 所以说短期为什么我认为 它可能满足点会初步的满足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但是它还是会偏弱势 但是长期的角度来讲 你说真的 我也不觉得它长期会慢慢的往 一百六那边靠 是因为什么 目前美国在降息 日本说真的 它虽然生息 我就想到它可能就是它好像不生 或什么 它只是生的比较慢而已 刚好跟美国颠倒 美国可能是降的比较慢 但是问题是什么 这种利差的因素 会让日元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你发现到 这过去我来节目 大概有这张图 我大概一定会放 你知道讲到日元 一定会放在那里 是因为什么 这一波日元的走势 基本上就什么 柱撰图就是每日十年起的公债利差 红色的线是每日元的走势 几乎一步一趋 你发现到只要这个利差拉大的时候 日元就几扁 利差缩小 日元就升值 这一波也是一模一样 你发现到前阵子 这个每日利差 基本上跌到3%以下的时候 哇 那时候日元升得很凶 但是现在回到3%以上的时候 日元又开始扁 所以说你长期来看的话 你还是要去看这个利差 所以利差我就讲 如果假设现在长期大方向是 美国在降息 日本在升息 你说真的 这个利差基本上会慢慢像之前 这样拉大部会一定会缩小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日元很重要的一个 一股支撑的一个力道 那我问长期是美降日升 其实不仅仅美国降息 欧洲也开出地下 欧洲也开始降了 全世界进入一个大降息的时代 日本升 他有多少空间可以升 是 这个其实就要讲 我说日本在升的过程中 他主要的考量 最重要就是尤其这一波 从3月那时候 植田河南开始启动 升息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时候 包括7月又加码一次的时候 这时候他最考虑就是他讲两个 很重要因素是什么 一个叫通膨 一个叫他的薪资 如果还记得的话 所以你去看一下 回过台来看一下 他会不会接下来很强力的 我讲很强力的去做升息 我觉得不太会 是因为你发现到什么 日本的CPI 其实最新的一些数据 已经慢慢再下来 最新的时候 他已经从原本的大概之前 不管是CPI 或者是核心的CPI 最新的大概就掉到2.5 2.4左右 通膨降温 其实对他来讲 升息就不是那么急迫性 第二个 我觉得也是跟他搞 实质薪资的部分 每月薪资的成长 你还记得那时候 为什么7月会升 是因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秋冬 整体的这些薪资 到辅然调高5点多percent 但是你如果看一下 这一次最新的数据 实质薪资又跌到零走以下 实质薪资又变富的 所以他其实会担心 如果再去升下去的话 他可能会干什么 可能日本是没办法 这劳动市场不强的时候 对经济当然就有一些伤害 那我就讲 其实就算升空间真的不大 你发现到9月 9月的时候 那时候基本上就不动 基本上0.25 那预测10月底 就是下礼拜 基本上还是不会动 这是目前的利率吧 对 目前的利率水准 如果今天靠12月 大家预期可能会升息 但是你发现到什么 大概只有0.1% 半码大概0.125 还不到半码 然后一路大概就是到了明年 可能到什么时候还会再升 明年3月的时候 可能还会再升10个VP 你知道看美国 一次就是0.25 一个单位一个单位 看习惯了 看这都好不习惯 对 所以我说你看就算他升 我就开玩笑讲 到明年的 我就到明年下半年 就7月时候 基本上大概就从现在0.25 升到0.45 连一码都不到 大概就是0.2% 所以我说他其实就算日圆 日营他基本在升息 那步调基本上是缓慢 而且他的幅度也不会太大 所以我说其实大方向来讲 看起来他是真的每日 每日日他会缩小 但是这个缩小的速度很慢 那当然他其实就会被动的给 这种日圆一定的支撑 来日圆的K 最后我们看一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木道你觉得接下来 怎么画这个日圆的线 如果你要问我 我觉得他最有机会 我觉得接下来最有机会 今年底应该还是会在150这边震荡 那到明年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缓步的回升 就基本上会往100 150往下 就往145 140的方向 但是是缓步的 对 缓步的 不会很快 了解 谢谢梦道 今天先回座了 太精彩了 两段的节目篇幅 第一个告诉你在美元 在接下来会不会受到 这次金砖峰会的影响 这强势的地位 短期当中还是很难撼动的 那相对来说 美元强日元会继续弱下去吗 有可能弱势的整理 但是贬值的力道 可能也不会太多 因为日本政府也不利 不乐见 目前日元继续的贬值下去 在接下来货币的走势 就给你做参考了 好 节目最后 今天压转要交给临终了 10月份本来是过去 每一个季度当中 股市相对的比较压抑的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但11月很多的大事件 怎么在这些事件当中 能够多空双转 休息一下 临终告诉您 记得吗 上个月我们整理 过去当中 10月份是股市波动比较大的 但是这一次看起来不一样了 但接下来还有好多重要大事 包括了这个礼拜 有超级财报 周历终11月还有 很重要的灰达财报 如果股市这么多的题材 持续的波动 什么样子的策略 可以多空双转 对 那其实我们从节目 一开始听到现在 你常常讲一句话就是 我们观众觉得这个股价太高 买不起 买不起也有买不起的方法 可以参与这个股票的涨跌 那怎么做呢 其实待会儿会讲就是全震 然后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这个第四季到底是会涨还是跌 我想这张表之前 我们有带给大家来看过 那叫9月底开始 降息周期开始 然后那这一次的降息是预防式的 所以我们对照过去的四次 1234全部都是预防式 我们叫预防式就是这个可能没有实质的利空 但就是未雨求谋 对 可能是硬着陆跟软着陆选一个 那最近美国银行还有说我们不着陆 就是根本就没有经济衰退的事实 就是大家说我们经济还是很好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来看 降息周期后的369 大概全部都是上涨的 因此我们对第四季的主基调 应该还是震荡偏多为主 降息后的三个月 六个月 九个月 那我们看九月之后的到三个月就是今年的年底 那这是就是明年的三月 这是明年的六月份 原来上涨还是一个偏多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几个财报 那当然你刚才秀出来有一些 那我觉得辉达更重要 辉达就是11月20号 那我们看这一条是辉达的K棒 那红色这条是台积电 在2023年以前我们来对照这一条 我们2024年过去 我们看它的股价完全是 有点像是两个世界 因为可能台积电跟辉达的相关性并没有太高 但你看从2024年的这个Q1开始 这个两条线大概都是完全连在一起 那为什么呢 因为辉达已经成为这个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 那当然跟什么事情有关 跟COAX有关先进封装 那这个前进封装的复合年成长率是10% 一直到2028年都是 所以2024年是443亿 那到这个几年后 四年后会到780亿美元 所以相关的供应链跟股票 应该都不会太寂寞 所以你还是要留意一下 辉达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直接看下一页 那辉达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财报 其实我们会看它的惊喜程度 那什么叫惊喜程度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前高 就是最高点 在2023年Q2的时候 当时的估算值是0.21 这是什么EPS EPS 那最后的这个 以提报就是最后公布 0.27 那他们就会说 这个惊喜程度就是29% 那我们看 再来是不是逐季下降 19 12 9 那到上一季剩下5.18 所以我们看 11月20号这一次 预估值是多少 0.74 那如果你要成长比5.18多的话 应该要到0.78 0.79以上 所以我们就关注这个数字 Q3下个月 11月20号 所以它如果这个 你在之前可以去布局一些这个股票的话 那你如果觉得股价很贵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做全证 那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上个礼拜台积电法说会 其实很多人都在买全证 那当它说完之后 其实这个全证有翻到这个50%以上 这很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全证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 第一个下就是它操作成本相当低 我们知道股票 假设你买台积电 现在一张要多少钱 100多万 100多万对不对 但是你去找它的全证 假设你找1块钱的 那就是1000块 那0.5就是500 你可能一个便当的钱就可以买全证 操作成本相当低 然后有认购跟认售 两种都可以选 高效率的资金运用 这个很重要 你可以拿一部分的钱 甚至是就是可以输得起的去交易就好 因为它就是杠杆的关系 你会开的比较大 那认购的风险小 获利会无限大 因为你认购全证 就等于是像我们这个选择权的扣 你去买扣 你买扣就像是买认购全证 然后后面我们会写的例子 让大家来看一下 所以四大优势掌握之后 我们教大家来怎么去看 通常你去看到一个全证 假设这一档 那这一档是042103 这是它的股票代号 那股票代号之后 它会有一个名字叫做台积电 原大41-37 那一般人觉得 这个好复杂 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它也不难 我们把它拆解一下 台积电就是它的标的 代表这个全证已经跟着台积电在走 那原大就是发行的券商 那这个四呢 就是到期的年份 114年 114年的意思 这个一呢 一就是明年的1月份到期 所以就是114年的1月到期 到期 对 那够就是认够全证 那37就是它的一个序号 所以你这样看就很简单 代表这一档 台积电 原大发的 然后明年的1月份到期 那为什么把它拉出来看 因为它是最近这几天量 比较大的一个全证 所以你只要看懂它之后 我们就会去看一下 旅约价你要注意一下 它的旅约价是1498 就是只要台积电涨到1498之后 它就有履约的价格 因为全证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买房子 我们买房子 假设我买一个100万的房子 定金付了5万 那当然一个月后 看这个房价涨到多少 假如它涨到120万 那我的5万的这个定金 可能会涨到5.5万 所以就整个获利的杠有 会拉得相当大 那现在不论 现在是价内还是价外 其实很简单 现在就是价外 因为1498还没有到 所以你看它现在都很便宜 如果台积电在这个 1月8号以前 真的涨到1498的话 我们看它现在的价格 不是大概是0.18吗 那它可能就会涨到 3块4块甚至5块 那你换算一下报酬率 其实就很可观了 那再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台积电 跟我们刚才讲的那档标的 那我们说你简单的一个策略 台积电例如说 它突破20天均线的向上走 这个框框框起来 你都可以买台积电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一天 9月12号如果你要买的话 会买在936 93.6万 对 那你要准备多少 93万6了 那当然人很有钱 就可能可以买 那如果你小资组 对不对 你就去找一模一样的标的 就是这一档 对不对 那它是0.11 那你只要准备多少 就是110块 那是不是就一个便当 对不对 好那重点来了 我们看到如果你放到法说会后 卖掉对不对 法说会后是不是到1085 对 那我们就可以到这个 卖出价就是108万 所以是不是可以赚多少 14万9千 14万9千块 报酬率15% 因为你把这个14万除以93万 15%的报酬率 其实也不错 对不对 但是假设我没办法拿出93万 但是我又很想参与股市涨跌 我看到百分百 我很想买台积电 那怎么办 那我们这卖的时候 你可以卖在260 你这个买0.11对不对 那10月20号你可以卖在0.26 那我们看我们赚多少钱 是不是150块 那报酬率怎么算 就是150去除110 所以就是136% 那你不要小看这136% 假设你丢10万进去 你就可以赚到136 就是这个概念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找 那我们看这边这一页 就是这个昨天看起来 量最大的前几档 你看第一档 一样是这个台积电 对不对 那台积电 那再来看到系统 系统昨天的量也出来 就是全震 很多人在做它 载版的景硕 然后这个IC设计的威胜 那像这个护升 这个跟入股是有关系的 再来是像这个雍智 所以这几档 你只要看到成交量比较大 代表你买进卖出 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那最好还是做这些 所以你可以怎么挑 股性要活泼的 近期热门 像Covas AI相关 其实都OK 那再来财报公布 跟法说会前 这个最重要 就是例如说 台积电法说会前 其实你应该知道 它会说得好嘛 为什么 因为它的7、8、9月的营收 不是都公布了吗 你算一下 它就是在高标 所以你就可以在 之前就布局 或是我们刚才前面 不是有讲均线交叉 KD 你只要讯号一符合的时候 你就去找它的权证 那权证呢 第一个你输入标的 假设我觉得 比如说大力光 现在如果跌升 我觉得会反弹 就输入大力光 找认购 然后去找成交量比较大的 重点是剩余的天数 要多一些 要多一些 可能90天以上 就你不要找快到期的权证 它会比较 因为选择权会有 权证会有权力金消耗的问题 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 所以你按照这个步骤去找 好你说找最好超过90天以上 90天以上的权证比较适合 好那我们在最后看一张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大盘不是在8月的时候 不是有重挫一次吗 如果你重挫 急跌想要抢反弹 你其实用权证最好了 那怎么说 假设这个是金元电 对不对 你急跌 那我觉得这个封测 其实这个产业 还是在向上的趋势 所以你看我如果在这个8月5号 我买一张948 对不对 那我放个几天 一个两个礼拜 它可以卖在119 所以这一次的报酬率是26% 那一样如果你在这一天 同时去找一个这个权证 金元电元档44-03 这个就是到114年的4月到期 对明年4月 就很简单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可以买在0.2 对不对 那你可以卖多少 0.65 那报酬率 成本率是200块 对不对 你可以卖650 那报酬率多少 就是225% 所以你看急跌 杀下来抢反弹 你就花一些钱去参与这个股价 这个变化 如果我花10万 对 你花10万 就会赚到22万5000 就这个概念 如果我花10万 赚22万5000 一样已经快要追进 他的一个获利 但是我只花了10万块钱 相较于这个要花将近一百万 对 他的有支报酬率 225% 对 这是全政的魅力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这样的一个做法 太精彩一堂克了 谢谢林中 请先回座了 好 今天节目最后 关键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台积电的法说会公布之后 现在余波荡漾 在今天台积电虽然休息空间 让出来给一些中小型股 大家说好 因为自己手中的一些股票 更有感觉了 明天台股哪些观看重点 没有错 其实不涨台积电 很多人会比较有感觉 因为很多人不敢买台积电 不过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台积电拉回还是要买 因为毕竟我还是很开到台积电 那回到我想呢 这个重点还是在于说 其实美国科技股 刚刚秀了一张给大家看过了 对不对 其实现在台积电真的是很厉害 已经这个市值已经来到 如果以ADR来讲的话 已经来到一兆多了一个市值 所以呢 这些美国科技股 事实上还在持续走高当中 而且现在市值王争夺战 苹果跟辉达 其实应该说到昨天收完价为止 只差七百亿美元 短兵商界 没有错 这个辉达价再涨个百分之一 或百分之二的话 应该就要超过了 对不对 我想这可能代表另一个世代 就我们刚刚跟他讲的一样 其实鸿海明年很可能云端 就会超过iPhone 这是另外一个世代的开始 然后呢 可是又一个问题在哪里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剩下两个礼拜 民调很接近 到底 现在大家都知道 其实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可能会黑天了 但是黑天了 到底黑到什么样程度 目前你不晓得 所以有些人把钱拿去 这个避嫌黄金 避嫌比特币 我想无可厚非 不过我还是建议同志同志同志 当然这个时候 你不用太积极去追高操作 因为有很多的公司老实说 他卖的不是梦想 他可能只是一些主力的炒作 但是呢 你要找什么 你找明年真的是有梦的产业 什么东西明年有梦 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台积电供应店 其实我第一题 第一题跟第二题 都是台积电供应店 只是说有些有回答 有些不是有回答 不过呢 重点在哪里 二奈米 细光子 FOPLP 这些只要能够有沾到边的 我想应该都很有想象空间 另外是什么 大家讲过 十一月量产 十二月出货的GB200 首帕部队 其实今年出的算少 因为今年就十二月 十一十二月而已 明年是有完整的一整年可以出 红海广达 骑红帽连 这些都是首帕部队其中 这其中四党 其实首帕部队还有什么金元店 还有什么 还有像什么川湖 这些你都可以注意到 我觉得这些个股 是值得特别去留意的 好 谢谢 投资理财千万不要错过喔 这么多的财经讯息 到底哪一样可以帮我们赚大钱呢 用我的视角陪伴你了解 金融知识不再冷冰冰 Derry小自己抬单图 影片每个月是晚天上线 我是芸琳 陪你一起分享才不自由 要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喔